就是加实线的话 那当然就一行程式 一个Sub Sub名称就是什么 加框线 我这边加框底线一个实线 然后就是Ranch 有没有 刮胡 A1 然后冒号到H7 然后点Bolder 有没有 Bolders加S 点Color Color如果用黑色 也可以等于RGB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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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这样的话也可以 或者是LightStyle 等于XL Continue两种写法 两个都可以 OK 那清除的话就是什么 清除其实也是 这个范围Ranch怎么样 它的点Bolder 它的什么 Bolders点ColorIndex 等于没有 就我刚刚讲过 或者是另外一个什么 LightStyle等于没有 也可以两种写法 不过就是记一种 这个如果你实在是记不起来的话 或者写的比较慢的同学 云端上其实都有 我也把它写在这个补充框线物件 框线物件就Bolders 那我刚刚实现 这个是Excel 这个Continue我刚刚讲的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改成 那个Color Color等于什么呢 那个RGB B000也可以加实现 然后清除的话写在这里 所以其实就这一段清除 然后加红色的话 刚刚写过 就是Bolders点Color等于什么 红色 R255 然后00 OK 这样的话就变红色 那再来的话就加出线条 出线条的话就是位测 等于XL 这样的Think 这个其实我刚刚讲过 这个位测你按F1 它会有说明 你也可以把它跳到那边去看 然后所以做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 这个是实现 清除 这个是红色 其实也一行清除 那这个是多一行 就是红色下面再加个Wit 等于那个XL Think就OK了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红色之后的话呢 再加什么 加两条线 这一条跟这一条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的做法是这样 第一个 就是先把它怎么样 先做成红色 然后再去画两条线 这一条跟这一条 那这一条的话呢 基本上 其实就是什么 这个范围 特别说这个范围 A1到H1 的下面那一条线 那我特别注意 如果也等于是多了一个 就是那个范围的 下面那一条线的叙述 所以叙述的方法 特别注意 那怎么写呢 我写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 红色 所以我又把上面的 红色 这个把它复制 复制到下面的话 改一个加一个 双线 两个字 反正这范围名称 可以自己取 那只是说我要画两条线的话 第一条 那你可以怎么样 第一条线是 这一个范围的下面这一条线 那叙述方法 特别注意 你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这个复制 好吧 这个我的习惯复制下来 改一下 就是A1到H1 不用到HC 它的那个框线 Bolder Bolders 那特别注意 这个指的是这个框 这个整个的框框 全部都是双线 那不要 我只要下面 所以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是刮弧 特别注意 如果你在Bolders后面 再加一个刮弧 意思说 请问你是要 那个框框的哪一条线 那这个道理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这个 就是你们在那个 其他 有没有 这个其他框线里面 它不是有这么多 有没有 上面还是下面 左边右边 还有它的斜边 还有它中间的线 有没有 所以这么多条线 其实这个叙述里面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刮弧里面的东西 所以刮弧里面的东西 就是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是哪一条线 有没有 这么多 反正哪一条 自己再比对一下 那其中的话 如果是要下面那条线的话 那其实你就找到什么 XL 这个范围的下面那条线 所以这个什么 Edge Button 下面那条 OK 所以就是 那个 其实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这个英文 它其实 只要你慢慢习惯 反正这个 就是很一般的 常见的这种 一般性的 这个英文 你就把它选到 Edge Button 指的是下方那条线 然后刮弧之后的话 你就是什么 点什么呢 点 特别是双线的话 双线就是 这个叫LIFESTYLE 等于什么呢 双线 如果你双线不会拼的话 在LIFESTYLE上方按F1 它会跳说明 那我刚讲过了 你可以找一下 这边一个超连结 点下去之后的话 双线就是这个 有没有双线 那其实就是这个 XL Double 你把它复制一下之后的话 把这个贴到等号的后面 他就知道 帮我画一条双线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那这个是红色加上 这一条线的双线 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一条画完 但是这边这一条也要 其实同样的方法 所以其实 这个范围A1到A7嘛 所以其实简单的方法 把这个复制下来 这边改成A1到A7 点什么呢 点Border Border是刮弧 哪一条线呢 它的右边那一条 所以这边XL H Right 有没有 点一下 OK 然后刮弧 点LightStyle 等于 就是后面 就上面这个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这个 把它复制下来 这样就OK了 然后执行一下 所以双线就OK了 好 就你的那个 表格就画完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输出报表之前 可能列印 你变成说你 东西OK了 但是就差一个步骤 你就是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把它画出来 所以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清除 这个是黑色的 红色的 然后红色加出现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红色再加 这一条跟这一条是 Double 这X有Double的话 那就这样画出来 OK 那等于是你做完一次 以后反正就是 地印 报表之前 按一下 基本上就完成 这个会比较 相对的比较简单 那请各位 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画给各位 试一下 就是在那个框线的部分 延伸出去说 一个框框里面的上下左右 还有就是中间 不过中间那条线比较少用 还有斜对角 所以基本上它有八条线 所以一个Bolders 如果你说Bolders有几条线 其实你看一下就知道 上下左右 然后中间的水平线 跟中间的垂直线 还有中间 还有对角线两边 所以总共应该是八条线 也就是刮斧之后 它会问你 总共那八条线里面的哪一条线 那你要给它什么样的样式 所以你就给它 我们其实很简单 就底下那一条跟那个右边那一条 所以底下的话就H XL H 其实不用背了 其实你打刮斧 它会让你选 所以建议以后你们在学BBA的时候 那些都不用背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就是你要善用刮斧 如果刮斧那个东西跑掉没关系 你再重新再刮斧 它又重新出现 请你用选的 我比较介意你用选的 因为说真的你要把它背起来 真的是 我觉得是比较不符合人体工学 也比较不人道 像我其实我说 说真的 我自己都很少在背那些 那么长一串的属性 那个名称那么一长串 谁要去背它 即便知道你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 开头 到底你开头那个字吧 你不用全背 但是你至少要记一个开头 那剩下来的话 他提示你至少要选对 那这样就OK了 其实原理原则 我觉得跟我们平常的工作 直觉其实还蛮接近的 所以我通常就是用 有点像用直觉去理解 用理解之后的话 我要用就把它调出来 其实感觉就很容易 就可以把那个程式给打出来 而且相对也比较不会错 你把它弄一下 如果弄的时候错了没关系 你再把它修改一下 OK 试一下 请各位试着把那个表格框线的 这算是有点进阶 进阶的用法 稍微试一下 那以后建议 工作上只要有需要画表格的部分 你就把它用一下 这样的话 用久了慢慢就习惯了 所以真的没有很复杂 真的很多地方就一行城市而已 而且很妙的是 这个东西坊间书籍 你不见得找到答案 OK 我发现奇怪 怎么都没有讲到这一部分 坊间书籍怎么写来写 又写又困难 反而应该要知道的东西都没写到 这段我觉得有点蛮奇怪的 可能一般作者都认为大家都很厉害 所以反而写的都很高干 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讲的部分先做出来 大家yk优独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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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 魅潔